2018年7月28日10点07分17秒来源,凤凰网军事远创罗富强的方向微信号功能介绍时评与对策 首先,恳请您耐下心来往后看,重点在后面,笔者前两天先后发文台湾国民党就是一个等待独立党,抛弃梦想,两岸没有和平统一的可能,笔者也在凤凰军事发文,表达同样观点。 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,解决台湾问题唯有一条路,那就是武力统一。 一、武统台湾根本不存在所谓成熟时机,一说和平统一失去可能,这是很多人的共识,但在时机方面,争议巨大。 有的人从20年前开始就一直认为武统台湾时机不成熟,需要等待时机成熟,但是此类观点和主张的人,从未提出和时才是成熟的时机,什么情况才是时机成熟,到底和时才是解放台湾的和时时机,或者成熟时机呢? 无论怎么推理,恐怕只有一下几种情况,第一种,美国全面崩溃,军事力量大幅衰落,失去世界霸权,这种情况百年内恐怕难以见到。 第二种,中国超越美国,并且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全面超越,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,理想的话,这种情况恐怕也至少需要50年,即便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, 如我所愿,在十年内超越了美国,但科技能力,军事装备,作战能力方面明显具备优势,恐怕也是几十年乃至百年以后的事,这不是泄气话,只需要,看看美国在二战时期的海军航母技术,再看看我们现在的航母水平,就知道差距了,要知道,美国绝无可能停下来等待中国发展,等待中国超越。 第三种,中美全面交捂,美台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关系,美军进驻台湾,这种情况的概率远大于前面两种,但这时根本不是什么时机成熟,而是没有退路的绝路了,这种时候出手武力统一,代价才是巨大的,甚至可能是失败的,还有可能导致大陆崩溃。 第四种,台湾极独战剧主岛,在美日支持下宣布独立,这种概率远远大于前三种,但同样不是实际成熟,也是绝无退路的被动一战,既然台湾敢于如此,说明获得了足够支持,做好了战争准备,此时动武,代价同样巨大,即便最终占领台湾,也是惨剩。 第五种,台湾岛内发生严重混乱甚至内战,这种概率微乎其微,以台湾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意识,无论我们如何统战,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,军队滑遍导致内战的可能性不大,在意岛内地形和面积,尤其是台湾军队的现代装备,游击队不像过去两种落后时代,可以占山为王城里根据地,民间暴动成为内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, 只有我们采取武力手段,台湾军队看到大陆决心,明白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结局下,才有可能通过统战手段,实现台军的滑遍或者契战。 第六种,美国卷入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战争,规模超过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,且陷入战争一谈。 从目前情况看,这种可能仅仅在于中东地区,俄罗斯支援下的美国伊朗之战,如果仅仅是对付伊朗,没有俄罗斯的参与,且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能力,不可能直接与美国发生战争。 美军难以陷入泥潭,再加上美军的作战能力建设和军力部署,势力足于同时打赢两场战争,美军只需要三分之一以下的军事力量就能应付伊朗,尚能保留在其他方向的战争能力。 这也不是我们的成熟机会,综上所述,那些等待时机成熟的观点和主张,有的是不想作为,而有的是故意拖延,带歪路子。 还有很多人认为,打台湾将会是我们失去发展机遇,导致经济倒退20年,这一观点的的确却占据了很大市场,是实际不成熟的最大论点依据,那么,我们就着这个论据往下推理,难道我们20年或者50年以后武力统一,那时候中国就不发展了,就不会失去发展机遇吗? 经济就不会倒退了,越是拖下去,代价只会越大,风险只会越高,所以,武力解决台湾问题,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成熟时机。 恰恰相反,在美日台之间尚未形成对抗联盟和战争准备的现在和未来几年内,才是成熟的时机,才是代价最小的时机。 一、二、美国发动贸易战,恰恰就是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机会,我们一定要撤,比帕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机以及贸易战对我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。 美国发动贸易战,根本原因就是三个方面,第一个,的的确确,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家出身的特朗普,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美中差距迅速缩小的两个根本原因。 一是长期以来美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,大量制造业外迁,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,二是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问题,因此,特朗普下决心,要解决这两个问题。 他的贸易战政策,是美国政坛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的国家一致,赢得了两党和广大民众的普遍支持,请注意,这只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内因素,第二个,的的确确,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需要我们必须清楚,自视为世界领袖的美国。 重大决策往往都把世界因素,作为第一根据和第一要素,所以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严峻形势,昨天,美国与欧盟剑拔弩张的关系,为何突然峰回路转,美欧之间的贸易战不仅不打了,而且突然来了一个晶片逆转,双方初步达成取消关税,实行民关税自由贸易的意向,不仅如此,日本也加入其中, 要知道,世界贸易里面,美国、欧盟、日本可是占据了50%的份额,这可是要把中国彻底逼上绝路的巨大阴谋,所以,美国这一切举动的根本原因恐怕就是这个。 第三个,美国已经判明中国近几年内会动用武力解决台湾。 问题,美国要用最小的代价,甚至就是盈利的方式阻止中国统一,因此,美国一开始声称增加关税的对象里有欧盟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国家,实际上都是烟幕弹,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试图掩盖建制中国的目标。 因此,当中美贸易战首先打起来的时候,那边不仅没有一丝硝烟飘起,反而突然酒杯交欢,出现前所未有的创举。 美欧日之间的零关税自由贸易目标,就是要把中国逼到毫无退路的角落,让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衰退。 所以,美国原来声称与欧盟、日本、澳大利亚,也采取一样的政策,不过是引诱中国上钩的第一步,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,实际上美国这一招,已经把中国置于中国对美国、欧盟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战。 因此,中美之间的贸易战,前景不容乐观,形势非常严峻,目前,摆在我们眼前的道路只有两条,要么大幅度让不妥协,要么战斗到底,两条路的结果都是经济遭受重创。 因此,我们需要的是超脱,需要跳出贸易战看问题,还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那句话,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 因此,我们需要换一个思路,如果我们解决了台湾问题,台湾从事实上成了中国的一个整体,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,是不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,是不是真的可以抗衡美国。 如果我们解决了台湾问题,全世界反华势力都将失去制约中国的王牌,全世界的墙头草国家,都失去了勒索中国的砝码。 如果我们解决了台湾问题,中国的政大门彻底打开了,我们真的可以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霸权。 美国第一岛链是不是彻底打断了,美国在日本琉球岛等等第一岛链上的那些军事基地,是不是从此打战心惊了。 如果我们解决了台湾问题,中国的分裂设立,再也闹不起大风大浪,国家更加稳定。 如果我们解决了台湾问题,我们就能压住周边个别国家的蠢蠢欲动,稳住周边关系。 只要我们好好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,好好经营本已占据最大优势的中东关系和非洲关系,中国核酬,还有必要在乎欧美日经济贸易。 如果我们解决了台湾问题,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盯着什么欧美市场,只要我们安心专心地经营好这一亩三分地。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,足以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,足以让广大人民群众,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。 想一想不是吗? 唐朝至清朝中前期,封闭的中国是不是世界强国,还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那句话? 打得一拳开,免得反拳来,总而言之一句话,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。 如果我们解决了台湾问题,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,因此,我们应对美中贸易战,以及下一步的美欧日,联合对付中国的贸易战,最佳思维就是,第一,既然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冲着台湾来的,那么,我们就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了。 我们就直接打击美国的痛处,无力解决台湾问题,实现中国统一。 第二,既然中美之间总要撕破脸皮,既然中国为了台湾需要付出代价,还不如借此贸易战机会,两张合为一张打,总体代价反而更小,而成果超级巨大。 只要解决了台湾问题,美国也就失去了制衡中国的王牌,也就失去了主动权。 大势之下,注重实力的美国人,不一定让未来的中美之间的关系坏过现在,解决了台湾问题,就已经标志着,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千言万语一句话,是打的时候了,打到台湾去,解放全中国。 虽然我们判定美国不敢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决议死战,但我们解放台湾的计划,必须立足于最坏准备,与美国大打开战的同时解放台湾,回顾我军辉煌的历史,牢记毛主席的话,美帝国主义是只老虎,我们就能树立胜利的信念和信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